一大早,这家披萨店迎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 两只狗狗坐在门口摇着尾巴 希望店长能够赏口吃的 为此还卖力地表演起来 只见两只狗狗一起坐下打哈欠 然后一起卧倒 最后摇着尾巴看着店长 无奈,店长拿了食物给他们 据店长说,他们是附近的流浪狗夫妻 前段时间自己还喂过他们 没想到,他们俩却来在这里不走了 黄色的狗叫做大黄 白色的狗叫做小白 他们本是一对流浪夫妻 现如今已经被店长收养 事情还要从去年说起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一天 大黄和小白全缩在草丛 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 饥寒交迫的两只狗来到了一家披萨店门口 祈求店长能够给点饭吃 店长见他们可怜,想要邀请他们进来 这对夫妻在门口徘徊了许久 卖出了自己的爪子 可望着干净的地毯又缩了回去 他怕将地毯弄脏 最终店长从屋里端来了两盆狗粮 在之后的几天里 狗狗每天都会来到这里 这也吸引了很多顾客 每次都会上前摸摸狗头 这也让披萨店的生意越来越好 每天一大早 狗狗就会守在门口 也不会进店 当店长来上班时 他们也会上前迎接 就连晨跑时也会陪着一起 到了晚上就睡在路边的草丛中 但有一天外面下起了大雪 店长看着狗狗在那里瑟瑟发抖 小白看着有些沮丧 大黄却伸着爪子 不停安慰着小白 即使现在连饭都吃不饱 他们也不离不弃地陪在对方身边 而这温馨的一幕也感动了店长 店长下顿决心要收养他们 因为大黄小白不喜欢进屋子里 所以店长为他们准备了一个豪华狗窝 这对夫妻结束了流浪的生活 也成为了店里的吉祥物 他们不仅长得可爱 还带人友善 许多顾客来吃饭时 都会忍不住摸摸狗头 既然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 老板的好心也得到了回报 猫猫为了找个长期饭票 有多努力 只见猫猫躺在门口呼呼大睡 这时 一位小哥进店被吓了一跳 还好小哥反应敏捷躲了过去 不然 直接将猫猫踩成猫饼 但 小猫若无其事地打了个哈欠 继续睡 这时 老板娘说 这只猫三个月前就来了 来到店里 倒头就睡 就算餐馆的吵闹声都不能将他喊醒 而且 不是睡过道 就是睡门口 老板为了不影响顾客 便将猫抱了出去 睡得一脸懵的猫咪丝毫不在意 看着两位顾客进店 就偷偷地跟在身后溜了进去 结果 刚趴下 就被老板发现 又一次被扔进了门外 再次被扔出来后 小猫丝毫不担心 他已经对这里的地形了如指掌 只见他悄悄地来到餐馆后门 四下无人直接溜了进去 轻车熟路地再次出现到餐馆里 又回到刚才的地方睡觉 老板娘发现后吓了一跳 大门明明已经关了 想不通猫咪是怎么进来的 老板娘将猫咪叫醒 将猫粮放在猫咪身边 猫咪没有丝毫反应 换个方向继续睡 随后又打开手机放起音乐 即使手机放着重金属摇滚乐 猫咪也毫无反应 但就这样贪睡的小猫 每到下午五点又会准时醒来 朝外面走去 为了弄清楚状况 节目组决定一路尾随 出现了一只小菊猫 原来是跑出去私会了 随后两只猫便在草地上玩耍 等到天亮 猫咪才从小女友身旁离开 玩了一晚上的大局 身心疲惫 回到店里倒头就睡 老板娘在了解情况后 便决定收养这两只猫猫 餐馆老板还特地为猫咪 安排了温暖的猫窝 这样猫咪就不用每天都出去 就这样 这对甜蜜的小情侣 就在餐馆里住了下来 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这只菊猫为了报恩 竟做起了江阳大道 一个月内就偷了上千只手套 这究竟是道德的扭曲 还是猫性的沦丧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这只菊猫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在韩国的某个工地上 工人近一个月来频繁丢手套 为了查明原因 他们在夜晚时分 架起了摄像头蹲点 就在大家快要睡着时 一个身影闯入视线 看见凶手时 工人们大吃一惊 原来这个偷手套贼 竟然是一只菊猫 只见他警惕地环顾着四周 他觉没有危险后 便叼起手套离开 工人顾不得震惊 连忙上前追赶 但菊猫身手敏捷 最终还是逃离作案现场 消失在夜色中 到了第二天一早 工人们就沿着猫咪逃跑的方向 挨个排查 终于找到了被偷的手套 这时屋内走来一位大姐 神色紧张地解释道 并不是自己想偷 起初大姐也以为有人在搞恶作剧 过了一段时间后 才发现是菊猫做的 原来在一个月前 大姐收养了一只流浪猫 就是这只菊猫 当时菊猫带着她的孩子 向大姐寻求帮助 大姐见他们可怜 便收养了下来 猫咪为了感谢大姐 并经常捕猎一些老鼠和蛇等小动物 放在大姐门口 大姐每次开门都会吓一跳 然后将其扔掉 而菊猫以为 大姐不喜欢她的礼物 便每天观察大姐 当她看到 大姐每次工作都会戴手套时 便以为 大姐喜欢的东西是手套 于是 她四处搜查 盯上了附近的工地 菊猫每天都会去工地 寻找手套 不管白天还是夜晚 将偷来的手套 放在大姐家门口 就这样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手套也渐渐堆成了一座小山 大姐在得知事情的经过后 将全部的手套清洗干净 进行晾晒 让附近的工人 可以随时使用 大姐也为猫咪 买来了一个新的猫屋 用来回馈菊猫的礼物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